近年以来,美国虽然在将自己的战略进行冬移,想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但美国也并没有放松其在中东战略计划的推进。 希利亚已经持续多年生气战争的硝烟就与美国的搅局有撇不清的关系。 当然,好事而任性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搅局是不愿意停止下来的。 在相继策动大使馆版签以及赋毁伊朗核协议等事件之后,美国又有想将图刀指向伊朗的迹象。 日前,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口水账正在两边轮流升级之中,此次伊朗各式对美国提出了严厉警告。 7月23日,据海外网报道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嘴炮正在打响。 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叫嚣着,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之后,伊朗军邦,政府以及媒体军纷纷发声,对美国方面的威胁言论进行了博士。 7月23日凌晨,一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侯萨耶·盖帕尔公开指出,趁特朗普对于伊朗的威胁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 特朗普是不敢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 此外,伊朗议员法拉哈蒂史,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说,伊朗对于美国退出和协议知识感到极为愤怒。 尽管美伊两国之间言辞正在不断升级,但它对于伊朗和美国之间,展开直接军事对抗仍表示怀疑。 其实,伊朗方面此次向美国连续进行的示威,性的喊话是有一定底气的。 随着近些年美国的国力正在下滑,而美国在海外的战线又拉得过长,因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便渐渐显得有些力有不大。 这从当前的叙利亚军事就可以理见端倪,7月19日消息,举政府军已经将其重点军事行动放在了叙利亚和西南部的德拉省,在该地对叙利亚叛军进行最后的合围。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表面上看是叙利亚叛军的正在覆灭,而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叙利亚的败退。 因为已经持续进行多年了的叙利亚战争虽然名为内战,可实际上却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 在这场战争较量之中,伊朗在其中的军事行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此前,有报道称,自2013年开始,并有大量伊朗伊斯兰卫队的地面部队,陆续开进叙利亚,跟埃萨的政府军一起协同作战。 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却吉利夫持叙利亚反政府军,甚至不惜自己的民生对多个臭名昭著等恐怖组织武装也进行支持。 比如伊斯兰国、东古塔政府阵线、库尔德人武装等都沉入了美国的把眼。 当然,目前的战局已经明朗,伊朗俄罗斯支持的是政府军已势如破竹,正在重新掌控叙利亚全国的局势。 而美国的势力在叙利亚,已经要难以站稳脚跟了。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特朗普政府都已表现出那一种外强中干的一面,表面上气势汹汹,而实际上是位数未尾。 比如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事上,特朗普的确在表面上表现得极其强硬,顶着极大的压力。 特朗普政府终于在今年5月8日,宣布美国正式退出核协议,并宣布对伊朗重启制裁。 但在其后续的行动中,美国的表现却大打折扣。 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的当天,跟美国几乎同一鼻孔出气的以色列,就立即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 像伊朗在叙利亚的二十余处军事据典,发起了导弹袭击。 但在伊朗随后对以策略的军事环击之后,美国却并不敢对伊朗动武。 从政治倾向上来说,伊朗是中东失业派之湖的主心骨。 其反美情绪,甚至还要超过苦难深重的叙利亚。 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仅仅只敢停留在经济制裁方面。 这是有原因的,伊朗虽然经济较为落后,但其军事力量却不可小觑。 其导弹存量充足的足以令任何国家万而身位。 不仅如此,伊朗还拥有颜值核武的能力,并且伊朗常常一次对美国示威。 6月13日,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莫尔达迪明确指出, 趁如果伊朗核协议被废除,将按照高层的决定恢复游涌缩活动。 接近于6月22日,伊朗外交部又强势发生。 趁伊朗不排除催出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 十分明显,美国有距离伊朗强大的军力,尤其是能很快拥有核武的能力, 是不敢对其进行过分紧闭的,更遑论对伊朗直接用武了。 正如伊朗总统鲁哈尼于7月22日对美国的警告, 美国应该知道,与伊朗的战争是一切战兵之母, 与伊朗的和平则是一切和平之母,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 因此,美国虽然嚣张拔骨,但在面对拥有真正强大军事实力的伊朗时, 则明显露出了奇之老虎的真面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